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剧组的时候 丹琪妈妈出于无奈 不得不把孩子带进剧组照顾 而屈蝎座的马天宇 正好特别喜欢孩子 见马就报 这局虽然让他结识了好友马天宇 也让他没有拿到片酬解约 被告后付下200万的债务 也就出现了他的第三个标签 惨遭拒债 而马天宇也是在这个时候 义无反顾地支持了他 如今邓莎已经嫁人 除了有懂事可爱的孩子 更有了对自己照顾有加的伴侣 只是邓莎的老公也一直为人低调 具体这位先生名叫陆行 在香港多家上市公司担任 执行董事互联网 传媒财务行业都涉足 还是某教育行业的董事会主席 而邓莎是在嫁入行门之后 觉得太无聊才参加节目的